一段婚姻走到尽头,从男人经常说这五句话开始 多少夫妻毁在了无话可说,一开始还会不停的吵架 时常觉得日子没法过了,其实不是的,吵架说明还有过下去的必要 至少你们还会通过吵架的方式去沟通问题 真的过不下去的夫妻,往往是无话可说的 不仅无话可说,甚至还会看到对方就烦 我的一位读者小雪,现在跟她的老公就是这样 她提出了离婚,老公没有拒绝,现在就等孩子考试结束去办理手续了 他们之间的夫妻缘分算是从此走到了尽头 好好的婚姻为什么说变就变了呢 其实所有的婚姻发生变化都不是一处而就的,而是长久的,怨气的累积 在婚姻里两个人过不到一块的时候,从平时生活的细节末之里就可以看得出来 特别是男人的态度 当男人对女人不再珍惜,对婚姻不再珍惜 就会经常说这五句话 一,你烦不烦啊,闭嘴行吗 当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已经对你特别的不耐烦了 一开始的时候,他很爱你,你们的关系很甜蜜 你对他的唠叨,他都觉得是幸福 但是后来在一起的时间久了,这段感情就慢慢变字了 甚至你们已经无法正常沟通了 他厌倦你,无论你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 二,你要是这么想我也没有办法 这个时候女人总是患得患失,觉得他随时都会离开自己 当然了,这种感觉也是对的 当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说明他的心就已经不在你身上了 甚至都懒得跟你沟通 你试图说出你的想法,而他视而不见 甚至还倒打一耙,说你不信任他 这样的男人,基本就可以不要了 三,你又怎么了 这句话特别的不耐烦,将所有的不耐烦都写在脸上 他觉得你事情真多,一天到晚没完没了 他不仅不会再宠着你,惯着你 甚至还会把你的这种行为当做是无理取闹 无论你怎么闹,他都无动于衷 因为当一个人心里厌烦你的时候 你的存在会使他感到烦 四,算了,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一句算了,将他的不在乎表现得淋漓尽致 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听上去是正由你闹下去 实际是你怎么闹都跟我没有关系 不爱了,不在乎了,就没有任何解释的必要了 这个时候男人只会让你感觉到心灰意冷 五,你看看人家,你看看你 不爱的时候怎么看你就怎么不爽 总是觉得你满身都是缺点 动不动就拿你跟别人做对比 然后忽略你的缺点,放大你的缺点 对你彻头彻尾的嫌弃 三,爱你的男人,会觉得你哪哪都好 因为他爱你,只是因为你是你 不爱你的时候,你无论变成什么样子 都不会再让他心动 这一生能成为结发夫妻不易 每一对夫妻在结婚的时候 都会想着要一辈子携手走下去 我们都以为我们可以 但是后来走着走着,很多东西就变了 婚毕竟给爱情不同 只是有爱是不够的,还要看两个人脾气是否合得来 三观是否一致,追求是否相同 即便全都相同,那还有一个最大的敌人 就是时间 时间会改变很多东西 其中就包括你对我的爱意 那不爱了就趁早说出来吧 只有及时止损才能邂逅更好的人生 都相同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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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了 不错了 有没有女孩 저기我跟你说 感谢观看